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Vicky Wengman 现在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安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收市普遍向下上证组合指数 升8点报3,221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87点报10822点 湖深300跌17点报3,833点 创业板指数跌25点报2,203点 恒指方面今天收市部18,551点跌195点 国企指数跌82点报6,251点 科企指数跌43点报3,647点 带肆成交有1,104亿减 看到市场了 今天下午之后跌多了 恒指今天创了7个月的新低 卖指数跌18,551点 当中因为科技股的表现都比较弱 好像受美团业绩之后的表现跌8% 港股也要跌下来 看看两个科技股的业绩表现 今天和大家谈了很多 美团网易出了业绩之后 其实两个做价都很不同 好像美团业绩之后要跌8.09% 相反网易升7.2% 普遍大家对美团业绩都有一些忧虑 好像麦格里担忧 都店业业业业务的竞争 另外大湖预计未来两季 美团为了增加市场份额 亦都会采取一个进取的策略 或者会伤害它的利润 例如提供更多的补贴给用户等等 摩银大通亦都觉得 都店的业务就进入一个投资阶段 收入和利润的前景 喜好是很坏的参半 目前其实见到很多大行 在美团出了业绩之后 其实都调低它的目标价 但是最牛暂时都看到$275 距离现价的目标价 其实都有一大段距离 现价美团是$115.8 就算不是最牛 甚至是最淡的大行 距离现价都有一大段距离 另外一只网易出了业绩之后 股价做好 普遍大行都很收货 像摩通预料股价会维持一个强势表现 但大和就说 网易在波动试下是具防守性 瑞讯就相信有稀业务的毛利率可以逐步提升 目标价升到$199.95 很多大行都调高目标价 而瑞讯就是一个最牛的目标价的看法 暂时看网易的价格是$139.95 距离大行的目标价 亦都差不多有$50的一个水位 再之后和大家看消费股 消费股大家都知道表现是比较弱 而今日多只消费股更加创了超过6个月的新低 包括体育用品股里宁安踏都创了6个月的新低 在啤酒股方面 华饭啤酒、清啤今天都是比较弱的 餐饮股海底撈、移海国际 今天亦都在创了一个近月的新低 不过Morgan Stanley又不是看得太淡 他就说 随着中国劳动力的市场 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好转 他估计大众消费市场的需求 将会在今年下半年有一个改善 受益于高端和报复性的消费领域 转向有更持续性的收入支撑种类 国内的消费品预料会获益 估计大众需求会在下半年改善 旅游等等的体验相关消费 和必需稟消费就会继续受益 所以就叫大家不要低估国内的消费股 将会获得益处的优点 不过消费股最近的股价走势 这么弱之时 暂时未见到任何利好因素 可以令到他们反弹 再之后 和大家看看煤炭股 煤炭股今天的表现也是比较弱的 开始神话 今天暂时跌2.6% 演抗更加跌8.4% 有多项因素影响 包括有进口煤大量登陆的影响 令到贸易商大量要低价去炮火 令到煤价大幅下跌 据媒体报道 电力需求和天然气价格下降 亦都抑制着煤炭的需求 欧洲煤炭的价格跌到每吨100美元以下 近两年来最低的水平 显示阿姆斯特丹、鲁特丹和安德韦普 在未来一个月的进口煤炭价格 一度跌到每吨98美元 相比之下 这个价格去年年初一度 创下459.8美元 可以看到价格的差距相当之大 有分析认为 在煤炭进口大增 国内产量进一步增加 以及高负存的压制之下 煤炭的价格会慢慢下跌 如下半年需求季节性所驱动的价格会反弹 但反弹幅度大家就不要高估它 不过煤炭价格下跌 电力股就受惠 特别是火电股 华林国际902今天升8.1% 另外1071华电国际电力股份 升超过一成 今天升幅 还要在收市之后 都可以保持高位 多项因素刺激着 除了刚才说的煤炭价格下跌之外 其实四川有几个地方 亦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 最高气温是超过42度 市场亦都憧憬 电力需求会增加 带动到电力股金物炒气 亦都有分析指 3月份以来 电力指数相对市场明显走强 主要是来自火电和核电的贡献 对于火电来说 近期的营商环境亦都明显转好 一方面是因为场协煤的新生稳步推进 另一方面是市场煤的价格是快速下跌 电价仍是维持高位度 加上刚才提到的 夏天就快来了 电力负荷就逐步增加 火电的补工能力更加明显 继续和大家看看一个弱势板块 就是汽车股 汽车股特别是小鹏 今天再跌下去 跌2.5% 也不算跌得太多 但还是要跌 跌0.4% 比亚迪也要跌1% 近日中气协副秘书长陈士华 也有一些负面少少的言论 由于3月以来 非理性的速销 亦造成消费者 拿着现金去观望 汽车消费慢慢是一个复苏的过程中 加上商用车行业的复苏程度 亦不及预期 在多少不利的影响下 4月份的产销 会比3月份有所下跌 当前国内汽车市场需求的动力 是比较弱的 有效需求也未能完全释放 其实今年1月份 曾经有一个预测 会有一个今年3%的增长 陈士华表示 由于今年的市场不确定的因素增加 暂时就不对年初的预测进行一个调整 这番言论 交为负面 令到今天的汽车股的表现都是比较弱的 最后和大家看看10只 成交今天最活跃的股份表现 今天看到是得值有帮有得升的 升0.1% 跌76.6% 其他看到港交所跌1.7% 跌289元 中移栋跌0.6% 跌64元 临方恒生科技跌1.3% 跌3.58% 丙亚迪跌2.229.8% 盈富基金跌1.18.78% 阿里巴巴跌1.77.8% 恒生中国企业跌1.5% 跌63.04% 腾讯跌2.8% 跌313.2% 美团跌8% 115.8% 今集就和大家聊到这么多 我们明天再见